其實台灣經過一段的蠻多的社區營造的工作 就是30年前社區總體營造 大概10年前 說快到20年前 10年前是社區農村再生 再就是最近的地方創生 現在有元年 但是第二年不知道在哪裡 今天沒人見到在講 每一個計劃都有計劃書 都有其中報告都有這個期末結案報告 那這些資料當中都有執行單位還有錢的資料 然後若是我們有勤勞機器人可以閱讀這些資料 然後我們就想到先前有一個GDP案子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是我們的總計劃 那我們就想說 假設我們可以爬書資料 農村再生記號舉個例子 2010年代 農村再生記號總共案數多少 然後各個每個案子有多少經費 然後執行單位以及他申請到案件數量與金額有多少 那這些資料出來之後 那農村再生就會有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跟官方的資料可能不一樣 但是我們會更清楚 那農村再生通過這樣地區的地圖影像顯示 其實我們更能夠讓人民去監控這些錢 還有這些應用 然後到底執行的狀況怎麼樣 那這些其實如果說以目前的這個我們的AI技術 應該是 我推測了 應該是隨時可以讓民眾上來看 然後大家知道我們農村再生條例 2010年通過之後 我們總共編列1500億的經費 10年之後我們執行的進度多少 大家知道光錢才花了800億 我們其實執行一半多一點點 那到底什麼回事沒有人知道 然後到底多少年年輕人因著這個計畫回到農村也不知道 甚至有一個非常吊詭的現象就是說 農村再生條例推動10年 有一個台灣兩個主要的農業線 年輕人口不增反降 這到底在推什麼農村再生條例我就不曉得 所以其實但是這個指標不是說那麼直覺 有些時候降反而是好 不一定說生一定是好 因為也許那個地方真的農債做得非常好 都機器化了 或是產量非常高 其實不需要那麼多人 但是問題是他跟原來農村再生條例 希望年輕人回歸農村 這些事情卻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矛盾和衝突 所以我想這部分需要 這個時候我覺得要找坑主 今天有沒有人可以當坑主 沒有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老師可以嗎 但是我想這個大家可以到時候可以 我們立一個牌子在那邊 立一個牌子在那邊 第一個走進去的就是 對 第一個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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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救災室的撒錢 然後向前看民意派條錢的變形 明代配合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 智本的錢 然後遠高手幣 本土化的汽車業 這是很矯期的 然後再次 這個最豐盛的觀光建設 趕鴨子上架的石頭建設 然後再次花完的錢 文子館 宣兵奪主的 然後什麼 童花季 所以趕快過去 難怪你沒有要講 因為這樣 將來的錢 這些政策 收麻煩一下 其實這些錢 我們不好好的去關注它 就會 很容易就不要滑到哪邊去 所以有些時候納稅真的很不知道 這個 很不好意思 就類似這樣子 好 報告完畢 好 那謝謝建泰 分享給你們